歡迎各位億友全面進場 10月26日星期四的第二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大陸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單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單消息 據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所說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前日下午 親自視察中國人民銀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 這次是他自從擔任國家主席以來第一次到訪央行 突顯出他對大陸經濟當前問題的重視 第二單消息 據新華社的報導所說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決議 在今年的第四季 中央將會是增發國債人民幣一萬億元 而增發的國債全部是會通過轉移支付的方式 安排給地方政府 好了在講到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告一叫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彭博社的報導 習近平突然之間到訪央行 所為何事呢 報導引述知情人士指出 習近平和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 以及其他政府官員 一起去到了中國人民銀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視察 而何立峰也有去到主權財富基金中投公司進行巡視 據公開的資料顯示 中共最高領導人是極少有這樣巡視央行的 毛澤東從來都沒有去過央行進行巡視 先前習近平也從未訪問過央行 今次的行程顯示 要強化中央政府對金融業的習中統一領導 過往這一類的視察通常是由國務院總理或副總理帶隊的 彭博社引述的一名消息人士指出 習近平同時也有訪問到國家外匯管理局 有可能是要進一步地理解大陸如何管理3萬億美元外匯的傳底 大陸的財金官員在下星期也將召開重要閉門會議 商討對於中國61萬億美元規模金融業的中期目標 以及避免危機和風險 以上就是彭博社的報道內容 習近平巡視央行和外匯管理局 有消息人士指出要摸家底 看看外匯的傳底要如何使用 其實在過去一段時間裡 大陸消耗外匯主要有兩個方向 一個是為了推動所謂的人民幣國際化 這個燒了很多錢 另一個是大陸內部自己的走資 先講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它如何消錢 又可以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就是在離岸市場 為了穩定人民幣的匯價 於是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拋售美元 對於在岸人民幣市場 即是在大陸境內的交易 央行要干預匯率很容易 包括調低中間價 作出窗口指導 甚至乎是口頭的訓戒等等 利用這些方法 就已經可以壓制得到在岸人民幣的匯率 但是離岸市場當然沒有那麼容易 最直接的一招是什麼呢? 就是拋售美元 這個就是最有效的方法 而且很多家的外媒都報道過 為什麼人民幣的匯價是企穩呢? 就是靠拋售美元 所以這是燒很多錢的 但是同時這一招 就是能夠在最短的時間裡 起到拉台人民幣匯率的效果 所以就逼著去用 好了,至於另外一個部分又是怎樣呢? 就是大陸和個別國家所簽署的所謂貨幣互換協議 其中一個最出名的就是阿根廷 大陸央行和阿根廷央行 早在2020年的時候 已經簽署了貨幣互換協議 總額就是一千三百億元人民幣 以及四萬五千億匯索 去到今年一月 又擴大了這個貨幣互換協議 額外激活了三百五十億元人民幣的可支配額度 阿根廷和大陸之間 基本上經貿往來就不是很頻繁 在大難都扯不埋的情況下 人家換那麼多人民幣回去做什麼呢? 其中一個說法就是 他換那麼多人民幣回去 無非就是在離岸市場上 拋售人民幣 換回美金 按照這個說法 其實阿根廷就是在找大陸老襯 而且簽署這些貨幣互換協議 不單止是阿根廷 巴西也有 所以你越簽得多的時候 就等同於越消錢 這個就關乎到 所謂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方向 其實正在燒自己的外匯儲備 不過總之在數據上當然 人民幣在國際貨幣的份額佔多了 當然佔多了 你放那麼多工夫 放那麼多錢 哈哈哈哈 好了 第二個是怎樣呢? 就是大陸自己內部走資 據海外智庫組織天君正經的文章所說 從2020年到2022年 中國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等 產生的淨流入資金 是有接近兩萬億美元之多 但是這部分的資金 無論在外匯儲備數據 外匯存款數據 結售匯數據 和外匯佔款數據當中 都是找不到的 文章的結論就是 從2020年到2022年之間 是出現了資金大規模的外圖 額度是接近兩萬億美元 到底大陸那些權貴、富商 有什麼東西的支吞外圖方式呢? 文章列舉了幾個面向 第一就是通過虛假貿易 和跨境交易的方式 有些個人或者企業 通過虛假貿易 或者跨境交易 來轉移資金 他們可以通過虛購 或者跨大進出口交易額 來實際上 非法地將資金 轉移到境外的帳戶 第二就是 進行所謂的跨境投資 利用個人的名義 在境外設立公司 然後將資金 投資到境外的房地產 股票或者基金 利用這種形式 大量將資金轉移到境外 第三就是通過地下錢莊 第四就是通過賭場 不過這一招 現在已經不用了 因為在澳門賭場的貴賓廳 已經蓋了七七八八 第五 通過虛假貨幣交易 所以為什麼 以前有一段時間 大陸大行其道 又說要弄些電腦去挖礦 等等 他為什麼搞這麼多 尤其是在過去幾年 是特別活躍的 甚至乎說要在四川挖礦 在水壩旁邊 因為那裡的電費夠便宜 我想大家有印象 這些報道 他就是要實現走資 所以就算正當去買這些虛耳幣 根本上都有問題 更何況說騙局 就算不是騙局 你去毛利頭 為什麼要去中心化 那些人為什麼不要被你規管 就是因為做一些不見得光的事情 包括無論在國外那些什麼暗網也好 恐怖組織都是用這些方式去買軍火 用虛耳幣的 所以不碰 最好碰是什麼 碰多樣 碰多樣 好了 第六 就是通過內保外貸的方式 何謂內保外貸 即是說有些中國企業 或者是個人 將境內的資產作為抵押 向境外的金融機構借款 然後將這些借回來的錢 放在海外投資 這些就厲害了 今時不脫學了 好了 第七就是虛購借款 一些個人或者是企業 可以通過虛購借款的形式 將這些錢轉移到境外 比如說 和一些境外的合作夥伴 簽訂一些虛假的借錢合同 實際上 根本沒有這個借錢 純粹就是把這些錢轉移到境外 第八就是虛假的投資項目 和虛購借款是類似 第九就是通過境外支付的形式 虛購一些服務費用或者是合同 以一些實際上不存在的交易作為房子 來將資金轉移 所以走資的形式就層出不窮 習近平親自巡視央行和外匯管理局 彭博社就說 要摸清外匯存底 看看還有多少 和怎樣用 但是如果大陸仍然要堅定不移 來推進所謂人民幣國際化 而且在打擊走資力度方面不足的話 似乎都不是很改變得到消耗 外匯存底的趨勢 因為在2014年的時候 大陸官方發佈的數據 外匯的結餘是最多的 當時有4萬億美元 而在過去一段時間裡面 已經消耗了1萬億 因為現在官方說 還有3萬億美元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 大陸增發國債的情況是怎樣 在10月24日的時候 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 第六次會議 審議通過了國務院 關於增發國債 支持災後恢復重建 以及提升防災減災救災能力的議案 昨天國新辦 舉行了國務院政策 來行吹風會 到底增發國債的目的是什麼呢 官方的說法就說 要落實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的部署 支持災後重建 是補短板 強弱項為民生的重要安排 好了 增發這1萬億是要怎樣用呢 就是要全部通過 轉移支付的方式 安排給地方政府來使用的 全數就列為中央的財政赤字 幻本 付息 全部由中央來承擔 是並沒有增加到地方政府 償還債務的負擔的 增發國債的資金初步考慮 在今年安排使用五千億元 明年使用另外五千億元 現在呢 官方公佈就說 要用在這個支持災後重建的 但是呢 我就有些保留了 為什麼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有幾個省份都分別走去舉手 就說自己不行了 無力償還債務的 打響第一槍的 就是貴州省人民政府 今年4月份的時候 他們發表了一篇文章 承認債務問題嚴重 無法依靠自身化解 截至去年年底 貴州省的債務餘額 達到了一萬二千四百七十億元人民幣 就說不行了 然後陸續有幾個省份都在舉手 說不行了 請中央打夠 但是當時李強的態度都挺強硬 就說不行了 打什麼夠 但是原來現在都說 要發一萬億元的國債 來轉數轉移給地方 還說明了 就是不會增加地方的債務負擔 你就是要給他去填數 因為他不行了 很多省份 發一萬億元的國債 看起來 這個數字很大了 很多了 很巨額了 但是究竟夠不夠分呢 大陸有三十三個省級行政區 扣除港澳兩個特區以後 還有三十一個省 包括自治區和直轄市 三十一個省分一萬億元 每個省大概分到三百多億元 只是貴州省一個省 他的負債都已經是過萬億元 都不要算那些什麼 隱性債務成投債 待會我們再說 你只是台面的數字都這麼厲害 你給他三百多億元 他每個省 我不知道他怎麼分 他沒有說 可能有些省特別需要輔助 有些之前舉過手 叫不行 可能我可以分多些 有些沿海的省份 可能廣東的分少些 我不知道他怎麼分 但是你分來分去的時候 你給每個省 可能幾百億元 那是杯水車身 到底他夠不夠田 還息也未必夠 好了 官方發布出來 目標是有八個方向 投放資金的 我們聽一下 第一 就是用在災後恢復重建 使到災區基本生活的條件 和經濟發展 要恢復到災前的水平 第二 以海河和松花江流域等的 北方地區為重點的骨幹 防洪治理工程 防洪的拿來 你姑且看看他往後 還會不會繼續發洪水 以往開國以為放了很多錢 搞防洪 好了 第三 就是自然災害應急能力的提升工程 第四 就是其他重點的防洪工程 支持那些主要支流 中小河流 山洪溝治理和重點區域 排路能力的建設 你看看他能不能 第五 就是灌區建設改造和重點水土流失治理工程 那你要做水土流失就是要直樹 是不是 現在又說退耕 這個 退林環耕 是吧 現在那些樹木要砍罰了他 要耕著 不夠糧食 是有些自相矛盾的 大陸的城市排水防勞能力的提升行動 這個厲害了 大陸的城市也有水浸 絕大部分城市的地下水道都是一塌糊塗的 因為不肯投放資源下去搞 這個可以理解的 如果那些官員要搞這個面子工程的正職工程 一定要在地上大家對眼睛看得到 搞這個高鐵車站 就夠弘大了 或者搞其他的摩天流 你可以搞地下水道 沒有人知道 但是什麼時候知道 一落雨就知道 不需要很大的暴雨都會水浸 你只是看深圳都知道 整天水浸 是可以的 今年也浸過幾雲 東莞 廣州也經常浸 現在他說 放些錢進去做這些 城市排水防勞能力提升工作 你一萬億元 你發到到地方那裡 每一個省 大概就分到三百多億了 又說要做災後重建 又說要提升應急能力 又說要做防洪工程 跟著還說要做這個 排水提升的行動 其實做得什麼呢 而且還有兩樣未說 第七 就是重點自然災害 綜合防治體系的建設工程 第八 就是用在東北地區 和京津期受災地區的 高標準農田建設 這就是官方公佈出來的 八個主要方向 就扔錢下去的 我就覺得是有保留 是不是真的搞這些事情 搞不搞到 這些地方都叫救命 有些省份公務員 又說沒有糧出 要拖欠這個薪資 還搞到這麼多這些 是不是 好了 我們看看路透社的說法 到底發債 能不能夠打救到中國的經濟 就是了 路透社引述一些政策 業內人士和經濟學家的說法 指出 先前有些政府顧問 提出了一個建議 中國2024年的預算赤字目標 就可以提升到今年設定的GDP 百分之三以上 將會有助中國政府發行更多的債券 以重振低迷的經濟 之後殘寵軍師建議 提高預算赤字目標 可以發債 好了 一個不願意透露姓明的內閣顧問 就向路透社說 即是很高級的 這個官員 中國是需要做好明年的準備 落實增長政策 經濟復甦的基礎並不牢固 明年中國仍然設定的GDP成長目標 是百分之五 這個其實就是 我覺得沒甚麼為 因為你官方發佈出來的目標 到最後 你如果要他達標 一定都達到標 浪費了 真的 好了 有些政策人士又指出 由於中國政治環境的影響 經濟復甦是會受到限制 因為大陸官方加強了對私營部門的控制 即是說那些一連串的整頓風暴 一名政策內部人士就跟路透社說 中國是應該推動改革的 因為很多問題都是結構性的 但是改革就很難實施了 需要政治的意願 所以看完整篇報道以後 其實他的態度都是悲觀的 不認為是發了一萬億元人民幣的國債 就可以刺激得到大陸的經濟 就是重振大陸經濟的低迷 因為 真的不行 經濟病入高方的時候 你靠一萬億國債就搞定 就天方夜譚 好了 接著再看看大陸的 成頭債的隱患是怎樣 據華爾街日報的報道所說 在今年大陸地方政府的債務負擔 和GDP的比較 就是上升了百分之九 在去年 那個升幅就是百分之五 其中大部分的地方政府債務 通過地方政府融資平台 以高利率 在官方資產的負債表外邊發行 即這些所謂隱性債務 不是台面數 台面數呢 實際上更多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 在北大金融評論發表文章指出 地方政府部門的槓桿率 目前只有31.2% 但是 如果考慮到隱性債務負擔 加上不及時化解的話 就可以引發系統性的財政金融風險 在去年的年底 成頭的有息債務 是達到55萬億元的規模 而對應的債務利息支出 就是超過3萬億元 哈哈哈哈 你真是死呀 還債還3萬億 那算你現在發1萬億國債 不知道夠給誰 今天地方政府疲於應對債務壓力 基建穩增長 由上而下的政策傳導效果 就大打折扣了 那若然中央政府不發補貼的話 那怎麼辦呢 在大陸的31個省市裡面 恐怕一半以上 地方財政都會出現問題 是會形成連鎖效應的 故此 1萬億元國債的額度 是絕對不夠用 到底要怎樣配置這1萬億元呢 政府都有非常大的困難 所以我都說了 每一個省市 即是直轄市 你分到多少 平均分是300億 300多億 其實就不夠了 所以如果有些人說很樂觀 靠1萬億元可以打救到經濟 他可以這樣說出來 祝他好運 其實說這些話的人 我也很懷疑 他信不信 說完之後 還是唸口謊的 這樣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